出什么汗得什么病 冷汗源于肾 虚汗源于肺 臭汗源于肝 都冬天了 为什么还要讲出汗的问题 其实在本不该出汗的季节 你还经常大汗淋漓 往往说明健康问题 更值得担忧和重视 在中医上有这种说法 叫做冷汗源于肾 虚汗源于肺 臭汗源于肝 这其中蕴含着什么道理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 首先来讲冷汗源于肾 如果你出的汗 摸起来温度是低的 甚至是冷的 那这种多件事 肾阳虚了 中医讲 肾阳乃一生的阳气之根 汗为精液的一种 属于阴液 那阴液是依附于阳气的 所以当阳虚后 精液不受阳气的温训 汗就会变冷变凉 所以如果你出现了冷汗 那就提示你肾阳虚了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温肾助阳 再来说 虚汗源于肺 中医认为肺主皮毛 它主管着皮肤毛孔的壁壳 所以当肺气去后 就不自觉的会出汗 就算你没怎么活动 甚至只是站着 或者是躺着休息的时候 也会汗出不止 同时这类人的脸色 看起来苍白无血色 平时也不爱说话 身体还容易累 像这种情况调理 就要注意 鼓鼓废气了 最后是臭汗源于肝 中医讲肝阻输泄 如果肝气输泄不及时的话 就容易导致肝气郁结 而肝孕时间久了 就会化火 从而影响到脾胃的韵化 形成湿热 那湿热交结 这个时候向上薰增肌肤 就会出现汗多 并且汗味比较大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清肝胆湿热 不过要提醒大家呢 我们中医用药呢 需要辨证 有不舒服的地方 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辨证指导下用药 不可盲目的用药 不可盲目的用药